好 就在學生呢 衝入立法院的議場 佔據了議場之後呢 好部分的外資 並不看好服貿協議 選擇匯出等因素 加上人民幣的效應 我們看到 昨天呢 新台幣是爆量走貶 中場是以30.437元爆收 創了近兩個月的收盤新低點 好 新台幣貶值5.1分 累計今年以來貶值1.6% 好 這是同一期間 貶幅僅次於人民幣的 亞洲第二弱貨幣 歡迎人士就說 目前央行還在觀察 會市的動靜 沒有採取干預行動 那麼如果央行沒有作為 新台幣繼續貶值的機率相當高